算平均成績的這一個範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開啟這個範例題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接下來 其實它就是透過那個info box去輸入成績 總共有五位同學 那我們第一個同學是80分 第二個同學是78分 再來89分 75分 我隨便打幾個 第五個85分 輸入完畢之後呢 就會自動跳出什麼呢 它們的總平均 那這個範例當然計算平均很簡單 可是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去瞭解什麼叫做正列 也就是說我這個地方 要完成這個範例呢 第一個我必須要宣告一個什麼呢 宣告一個scope的一個正列 那正列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宣告成scope 瓜胡一二三四五 這邊的話呢 其實可以宣告成scope5 其實我覺得這裡夠4就可以啦 因為 一般正列是從0開始嘛 所以如果你宣告5的話 變成第五個那個其實是空下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完成像這個範例 非常簡單 前面的話呢我們就用那個info box 然後介面的部分呢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六支八頁的部分 然後要你們先試著 先把那個六支八頁上面有沒有 上面這邊呢 這個介面部分先把它拉出來 這上面的話加一個label 然後底下這邊就是把它改一下 叫lblmsg 那記得autosize把它改成force 那這邊一個按鈕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做好介面之後 這個叫label 這個把它改一下 這個地方label 這個地方autosize 記得把它改成force 這個地方我們前面講的蠻多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程式要怎麼撰寫 因為呢 它要程式一開起來 就跳出input box 所以呢我們應該在哪邊寫程式呢 在縫裡面有沒有 所以在直接在縫外 這個表單上空白的地方 直接點兩下 就會進入到那個縫漏事件裡面 游標就停在這裡了 停在這裡 把delete上去 好 停在這個縫漏事件 那不過你特別注意有個同學 我發現蠻多同學就是 事件寫錯啦 就是說記得就是記得要看一下 縫漏 而且這邊也會提醒你是不是要縫漏 好 事件 也就是說當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它才會觸發這個程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讓程式去 跳出什麼input box 這input box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 要把這個 這個地方我們就是用 input box的方式去接收 可是接收的部分呢 我們要給這個資料放在哪裡呢 這邊我們就必須要宣告 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就是要接收他成縫的那個地方